你有沒有發現這中間有怪怪的地方 已經天坑了 如果說建方他撇清責任的話 還要民眾主動提出澄清 而且還要民眾來付這個鑑定費用 市長你覺得這樣民眾是不是很吃虧啊 是不是對民眾沒有保障啊 法要不要檢討市長 這的確不太合理 未來大巨蛋實際營運 如果體育活動的場次 沒有達到他投資執行計畫書裡面 百分之五十七%以上的承諾有沒有 市長 你了解過大巨蛋的合約 有沒有罰則 沒有罰則 如果市府敢解約的話 理數者而徒利的時候就可以解約了 現在市府怕的就是不敢解約嗎 市長好今天時間有限 我們就快速切入重點 今天市長報告的第一個題目 信息區的天坑 首先第一個問題 這個建案東西建設跟華雄營造在連續避施工的時候 每週都有做安全監測報告書嗎 市長你了解嗎 這個我們有去查他過去的紀錄 這個細節我請建管處這邊來 市長 市長不好意思 時間有限齁 你戴著安全帽去現場勘察了半天 這事件發生之後 你連他連續避施工的時候 每週有沒有做安全監測報告書都不知道 我認為你完全忽略了魔鬼藏在細節裡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做監管處有或沒有 不好意思 每個工地他們都會做監測報告 我們會要求他提出來 你們會要求他 所以沒有要求他提出來對不對 至今沒有要求他 現在監測報告是在工地 那我們會要求他整理提供給我們 已經要求了嗎 對 那什麼時候給你們 因為昨天事發當天 我們就先要求他做監測 新的監測 新的監測 不是欸我不是說要做新的監測報告 已經天坑了 我知道 之前他連續避施工的時候 有沒有依法做安全監測報告書 蔣市長 我今天提醒你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魔鬼藏在細節裡 發生的這種事情 其實按照法規定時間 我們市府本來就要去檢查他 安全監測報告有沒有作假 不是說市府官員 市長從上到下戴著安全帽 去旁邊說 我指揮救災怎麼樣而已 如果事到如今都過了幾天了 你的安全監測報告書 他也提不出來 你是給時間讓他們做什麼東西 其實那天第一時間我去現場 就四點才是 其中一項就是要求 我們監管處相關單位 要針對施工廠商 過去所有的記錄掉出來 今天發生到現在 過了這麼久時間了 你要去想一想 這個證據保全的問題是什麼 能不能夠在今天下班前 要求廠商提出來 並且送到我研究室裡面 讓我們一起來參考 是的 今天下班前 第二個 初步安全認定書 跟損害者認歸屬 初步認定書完成了嗎 這個案子的零損事件 市長 市長你有了解到嗎 你有掌握狀況嗎 不好意思我們還沒有 因為這個事情難怪發生 所以我們會在 復工計畫的之前 就會先要求承商 因為我們現在 好來 時間有限 不好意思 這個 損害責任歸屬 現在到底歸屬於誰 當然是營造廠 營造廠 對 那如果說最後這個 因為按照我們台北市建築事工 零損事件正義處理規則裡面 這個損害責任初步歸屬認定書 是由建方提出了對不對 那如果最後建方提出說 他們覺得這不是他們的責任 你怎麼處理 不是 只要有民眾提出損零成型的話 那就會由第三方的專業機事工會做鑑定 所以市長 你有聽到處長剛剛回答嗎 你有沒有覺得中間有什麼怪怪的 你有沒有發現這中間有怪怪的地方 已經天坑了 如果說建方他認定說他撇清責任的話 還要民眾主動提出澄清 而且還要民眾來付這個鑑定費用對不對 按照我們的法規是這樣 市長你覺得這樣民眾是不是很吃虧啊 是不是對民眾沒有保障啊 法要不要檢討市長 這我們來檢討 不好意思我問市長處長 你不是市長我問市長法要不要檢討啊 這的確不太合理啊 這我們來檢討 這個長期存在我們台北市 施工零損事件經常建方 他在損害責任初步歸屬認定書 會依法是他自己認定 所以一旦他撇清責任的時候 民眾是求助無門 要自己付錢去鑑定 最後一個零損事件 如果後續賠償修復沒有完成 可以復工嗎市長 可以嗎 如果這個事件 最後後續沒有完成修復賠償 可以復工嗎市長 今天市民期待你們這句話 沒有完成修復賠償 不會給復工照 不會給復工照 不是死照吧 沒錯吧 這是市民在講的事情 市民關係的 不會給市長 沒有完成 不會給死照 所以他還是可以復工囉 所以市長你聽到了吧 現在法令之下 對付這些零損的受害者 根本是毫無保障 我希望市長可以在總質詢之前 就法規的這些相關的規定 提出一個檢討好不好 好 謝謝 市長好 這個時間有限直接進入正題 未來大巨蛋營運 每一年的體育活動的比例 佔多少 市長了解嗎 不好意思 時間暫停 我想要請教市長 我只有三分鐘 希望50% 百分之50是嗎 那能達成嗎 我想請教市長 不好意思時間暫停 我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我們會潮50%啦 至少來舉辦體育賽事 來 我給你看一下 今年的5月9號 教育委員會去大巨蛋考察 當時在簡報上 體育局是提出說 按照新版投資計畫書 體育活動比例是57% 那這符合市長你所說的50% 那我想請教一下 體育局講的這57% 是不是未來大巨蛋 體育活動比例的地板 市長 不好意思時間暫停 我問的是市長 局長隨時會換你 我要問的是市長 市長你的態度 我想這邊規定比例 57%大概就是希望 我們至少57% 這個不是希望喔 因為這是大巨蛋遠雄自己提出的 投資執行計畫書 去年底市府核定了嘛 對不對 好來魔鬼常態系解禮 第一個問題齁 如果體育團體未來舉辦體育競賽 按照秩序側 出賽複賽決賽在同一天舉行 這算一場還是三場 市長 你覺得怎麼樣算才是符合 我們所講的這體育活動 我們到規定這樣算是算三場 同一天舉行三場 出賽複賽預賽 這樣算三場齁 好來 下一個 如果張惠妹演唱會 兩星期一唱六個晚上 算一場還是六場 市長 六場 算六場 所以說今天 在這整個的賽事比例 來看的話 如果說今天假設 因為我們大巨蛋未來是多功能用途 不限棒球使用了 如果舉辦一個羽球比賽 同一個場地 哇好多同時在打 還有出賽預賽複賽 是不是一天之內 就可以衝刺給遠雄 10級20場比賽 如果按照市長 你剛剛講的算法是這樣子喔 所以請問 制定這個賽事比例57% 有任何的意義嗎 如果說 體育賽事的算法 是可以這樣子 這麼容易灌水的話 那未來大巨蛋 其實還是以開演唱會為主 最後一個問題喔 務實的問題 未來大巨蛋實際營運 如果體育活動的場次 沒有達到他投資 執行計畫書裡面 百分之五十七%以上的承諾 有沒有罰則 市長 你了解過大巨蛋的合約 有沒有罰則 沒有罰則 沒有罰則 但後續的績效評估會列為考量 所以你如何確保 遠雄兌現他的承諾 遠雄是個什麼樣的廠商 會來行匯我們市府的官員的廠商 白紙黑字寫的承諾 都可以不算話的廠商 如果說只按照他的投資執行計畫書 你就告訴我們議會有57% 他未來跳票了 你怎麼罰他 市長你有想過這問題嗎 我們有透過績效評估 來作為後續的評鑑 所以評估家解約 你自己接回來做 你敢嗎 如果市府敢解約的話 理數得而徒利的時候 就可以解約了 現在市府怕的就是不敢解約 又沒有罰則 又沒有寫進契約 那未來這個體育活動比例 我看是海市盛樓 市長你了解我在說的問題嗎 所以未來在七月發十兆之前 你這個務必要跟遠雄 最好是有白紙黑字的承諾 而且是有罰則的 我認為這才是你未來實踐程度 最重要的關鍵所在 而不是現在 看他講這些空口說白話 其實都沒有用 了解嗎 希望市長可以加油 市民期待的體育活動比例 千萬不能挑票 謝謝 如果想要收看我的質詢影片 或是了解其他時事分析 歡迎追蹤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FB 或是加我的LINE 第一時間讓你獲得最新資訊